胡适对于官场规则和八国很排斥 1938年8月 胡适在国外替政府做非正式的外交工作 蒋介石打了两个电报 征询胡适当驻美大使的意见 胡适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只有同意 他给蒋介石回了一个电报 大意是 现在国家是战士 战士政府队伍的争调 我不敢推辞 后面的答位才是精彩 这个电报回复之后 有一位朋友来喂胡适 胡适说 蒋先生给你的电报 你怎么不付 胡适说 我已经答应了 电报要付了 这位朋友说 我知道你付的是他的第二个电报 我为的是他第一个电报 你还没有付 胡适说 我已经同意了 还要付他第一个电报吗 这位朋友说 在官场里 蒋先生给你的第一个电报 你总得要签词一番 你怎么没有经过签词的手续 就答应下来 胡适 晚年对自己的秘书说 我就没有这样做 我这位朋友说 我这位朋友说